欢迎收看林工凤凰财经日报 继5月17号人行等多个部门出台一系列的楼市新政后 各地加快落实相关的举措 而继上海后深圳跟广州两大一线城市和天津 也都相继宣布跟进下调首付比例和利率的下限 根据统计目前全国累计已经有超过80%的城市 开始落地执行517新政 而国际货币经营组织也因此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由原先的4.6%上调到5% 而今天焦点话题我们要关注的是 美国新一轮的国债标售结果不理想 引发市场对于美债需求的担忧 从而推升了美债收益率也提振了美元上升 这也令到亚太区的股市还有汇市承压 现在市场担心这会不会又会给全球的金融市场 带来新一波的压力 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微有请我们今天晚上 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焦银施罗德基金策略分析师马涛 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 至于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下挫 其中香港股市再跌超过300点 进一步跌穿了18500点的水平 而内地股市则先升后回稳 其中固执接近平收 但两市的成交缩减到大约7000亿元 来看报道 内地股市先升后回稳 护身两市早盘低开后快速上扬 创业板指数一度上升超过1.3% 随后升幅逐渐回顺 三大指数中盘小涨作收 从行业来看 房地产服务与光伏板块表现强势 黑色家电与医药股回落 互指收报31111点 卫生不足2点 深层指收报9414点 升幅0.25% 创业板指数升0.27% 科创五轮指数收在平盘下方 两市成交缩量至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 香港股市明显调整 恒生指数低开161点后持续下探 午后跌市加剧 曾跌近400点 再度失守20天平均线 恒生指数收盘报18477点 下跌344点 跌幅1.83% 主板成交1231亿港元 蓝筹股跌多涨少 科技股跌幅居前 金融 地产和医药股普遍下跌 汽车股个别发展 比亚迪逆势涨超过半成 是表现最强蓝筹 亚太须基达股市方面 日本股市跌0.77% 韩国股市跌1.67% 台湾股市跌0.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财源部新一轮的 两年期和五年期国债的拍卖 结果欠价 推升美债收益率 升到近一个月来的新高 美元的汇价也获得提振 导致非美货币承压 其中日元跌到了四周来的新低 人民币积极汇价 也跌到超过半年的新低 市场再次出现 质疑美国联邦储备局 降息的预期 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 接连上升 十年期收益率周三 一度涨破4.57里 是近四周最高位 带动日本和欧洲的 国债收益率也攀升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 前景不明朗 进一步推高公债收益率 十年期收益率 大涨四个基点 到1.075里 是2011年12月以来的新高 两年和五年期收益率 更创出14年半到15年新高 20年和30年期收益率 也是接近13年新高 至于德国和意大利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也触及一个月新高 英国两年期 金边债券收益率 也触及三个月新高 美元汇价获得提振 其中对日元触及四周最高位 日本央行审议委员安达成斯表示 如果日元加速或持续下跌 通胀可能比预期更快的重新加速 可能需要央行加快升息 但他认为绝对要避免过早加息 央行必须维持宽松的金融状况 直至实现物价目标 德国地区通胀处于低水平 欧元会下成压 对英镑跌至2022年8月以来的新低 亚洲货币普跌 人民币中间价小跌5个基点 到7.1106 创出1月23号以来的新低 较市场预测的7.2528偏强 1422个基点 偏强幅度扩大 及期汇价也反复走低 中场小跌17个基点 到7.2487 创出去年11月16号以来的新低 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 只有26个基点 但成交会升到超过350亿美元 路透社引述四名消息人士报道 最近几天 中国国有大行 在离岸掉期市场积极操作 买入美元 然后在集期市场买出 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离岸会下 则在低位债幅波动 触及一个月新低 与在岸价的价差 仍然有大约200个基点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大幅贬值一毛三 售在32.298 菲律宾比索也大跌 创出2022年11月以来的新低 印尼顿也触及接近四周星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马涛县 马先你好 主持人好 马先我们刚刚提到 美国最新一轮的 这个国债的标售情况不理想 那么这也令到这个美债 在全球的吸引力进一步的下降 当然这可能跟美联储的利率 解释有关 也跟美国的基本面 是有一些很大的关系的 那就您看为什么 什么原因导致于 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 另外我们看到 美债收益率的上升 提倡了美元的汇价 这也令到了亚太区的股市 跟汇市又再度撑压 所以现在市场担心 这会不会又会给 全球的金融市场 带来新一波的压力 你怎么看 首先这个美债利率 和美元汇率的这个上升 肯定是由这个 实际上美联储给的 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预期 过于模糊 更多和这个经济数据保持同步 事实上丧失了 这种货币政策的这个前瞻性 使得金融市场的 不确定性增加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美元的汇率也好 美债的利率也好 都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 这个极端波动 折翻跑的这种情况 但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这个调整 与其说是受到 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压力 所拖累 更不如说近期的这个基本面 实际上是已经出现 一定的一个松动的 如果去衡量这个流动性的压力 与其去看这个民意的 美债的这个利率 更多应该是关注 这个剔除通胀的 这个实际的美债利率 而或者是保持稳定的 说明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估值端 而实际上是来自于盈利端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盈利端 或者经济数据的这个变化 实际上从4月中旬左右开始 各个大型经济体 包括这个美国 欧元区和日本 可能这个经济数据的 实际的这种数值 相对于市场的预期 已经开始边际走弱 说明需求开始放缓了 其次就是看近期这种 全球贸易的这种修复 从2023年年底至今的 它实际上已经受到了 这个大宗商品价格上升 和这个航运运价上升 这么一个双重的挤压 出口企业出现了一个 增收不增利的这种一种现象 而下游的这种消费者 也因为这个成本过高 而出现了一个观望 所以事实上 最近一段时间的 金融市场调整 可能更多是经济的基本面 而被流动性压力的结果 那么随着美债收益率的上升 我们看到日本10年起的 供债收益率也再度升穿一离 所以市场预期说 日本央行有可能 会以收紧货币政策来做回应 另外我们看到美元转强 也令到日元又再度跌穿了 157的水平 所以您认为日本央行 在下个月的议席会议上 宣布加息的可能性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呢 基于一个经济和维持货币 相对于稳定的逻辑 可能日本央行确实是应该加速 去收紧它的货币政策的 这么一个环境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当前的日本的流动性 和它的通胀 特别是目前比较高的 输入性通胀压力相比 可能日本的货币政策 是过于宽松的 日元汇率也是处于 一个超跌的状态 首先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目前还比较大的日美利差 就可以想象 日本的投资者 现在依然有很大的诉求 去配置美国的资产 而前期对于日元汇率的 干预量级 是难以逆转大势的 而是需要一个货币政策的 整体收紧 其次如果我们去看一下 这轮日元的贬值 它是没有激发起 日本整体的供给的 这种扩张的 无论是它的制造业 还是建筑业 实际上都是处于一个 历史低位的状态 而且最新的 4月份的贸易逆差 还不小 就说明事实上 进口成本的上升 已经超过了 出口竞争力的 这么一个改善 所以现在维持一个 宽松的货币环境 或者说一个低的汇率 对实体经济意义也是有限的 最后从中长期来说 如果日元持续的贬值 是会影响赴日的 这种劳工的 这种收入的预期的 这样的话 可能会在日本的 人口老龄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去收紧 它劳动力的总供给 使得经济反而会有一定的 这种下行的压力 所以综合去权衡利弊的话 可能日本央行 最好的选择 还是逐步去恢复 一个收紧的过程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 有关于商品市场方面 最近我们看到 除了邮金价格走势比较强之外 不少大众商品的价格 也都纷纷的上涨 其中我们看到铜价 铜价的这个 我们看到它的价格 已经突破了每顿 一万美元 那您认为这一波 大众商品价格走高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商品价格走强 会不会又导致 全球央行所面对的 这种通胀压力 会进一步的升温 首先从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 近期整体的大宗商品价格的 普涨 包括航运运价的上涨 都是一个全球化 区域停滞 供应链碎片化 然后像苏伊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 这些的重要的交通枢纽 出现相应的这种梗阻 以及我们能够看到 很多非常重要的 像能源或者矿产 这种上游的这种行业 长期投资不足 这些综合的因素 共同构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也是给资本市场的 一个重要的提醒 如果以上这些 供给端的全球性的问题 得不到比较妥善的 这种解决 其实经济的这种修复 非常容易就去触碰 这种成本预警的 这样一个天花板 必须要系统性的去维护 一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环境 珍惜这些 目前还有有效的这种供给 去修复在过去段时间 受损的供给和这种维护 目前失去的这个秩序 这事实上是需要 多方的共同努力的 单纯靠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 其实很难解决这种通胀压力 甚至是在已经触发 一定的阶段局部的 这个风险的情况下 再去宽松的话 可能通胀又立刻会 卷土重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单独靠货币政策 是没有办法解决 目前的供给端的这种问题的 面对比较高的 这个通胀压力 可能央行反而 它会投鼠忌器 在这个价格稳定 跟通胀稳定之前 它可能难以做出 相应的这种权衡 最终可能会被迫拥抱 一个偏高的 一个通胀中枢目标 好 非常谢谢马先生 就我们今天 陈月亮话题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消息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沙特阿拉伯计划要出售 国营石油企业 沙特阿美的股份 集资最多200亿美元 报道引述消息表示 沙特阿拉伯最快本周就会出售 沙特阿美的股份 总额介乎100亿到200亿美元 但是最终配售的规模 要视乎投资者的意愿而定 集资所得将会拿来舒缓 沙特近期推出的多项大型项目 希望可以让当地的经济 更加的多元化 以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报道指 沙特一直希望可以出售股份集资 由于最近全球多地股市 都升到了记录高位 将最近几个月油价 也升穿每桶80美元 所以认为目前的时机已经成熟 沙特阿拉伯目前持有 沙特阿美超过8成2的股份 香港有一家人工智能软件公司 推出了粤语版的人工智能模型 可以正确地理解粤语的含义 并且支持粤语问答 相关公司希望可以透过应用 来助推香港的创客发展 诞生于香港的人工智能软件公司 商汤科技 继上个月发布 日日新Sense Nova 5.0 大模型升级版本后 29号正式发布 专为香港推出的大语言模型应用 商量Sense Chat 让港人及业界能体验更本地化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 推出日日新Sense Nova 5.0的 粤语版模型 希望就能够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这对于商汤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深于此 长于此 十年淬炼 商汤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我们希望和在座的各位 以及生态合作伙伴一起 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模型能力 推动更多的应用落地 去刷新大众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认知 商当科技透露 Sense Chat粤语版的网页版及手机应用程式 将于7月1号起正式向公众开放 永久免费使用 富华卫视 王叔 香港报道 下一期会让我们关注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 中国金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我们待会见 再来看 欧洲股市目前是全线下跌的 其中法国和边缘国家的股市跌幅居前 由于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债券收益率攀升 令到市场担忧利率将会维持在高位更长的时间 这些都打压市场的投资气氛 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 假期后美股开始实施了T加E结算 三大指数个别发展 其中道琼斯公益指数收跌0.5% 而纳达克指数则是在英伟达持续创新高的带动下 首次升穿了1万7000点 再创历史跟收市的新高 拜登政府大幅提高对华关税 受到美国经济学家的批评 摩根斯坦里的亚洲区前主席罗奇 在28号发表文章指出 在贸易问题上指责中国是把政治的战略 伪装成贸易政策 而忽视了贸易问题的根源 摩根斯坦里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 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的专栏文章中表示 美国没有连贯的贸易政策 而是用伪装成贸易政策的政治战略瞄准中国 美国政客对贸易逆差的理解背离了经济现实 罗奇认为把贸易问题归咎于中国是一种逃避 美国国内储蓄不足是贸易逆差的根源 储蓄不足主要是联邦预算赤字过大的结果 这一结果不是中国的错 而是美国政客有意识决策的结果 罗奇指出 拜登政府最近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301条款关税 针对的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领域 美国几乎没有任何比较优势 在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情况下 这将损害美国的清洁能源目标 这种做法也是虚伪的 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补贴 却忽略了美国长期以来对特斯拉等企业的各类政府补贴 他表示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导致的美国贸易政策不连贯 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糟 方卫视郭晶晶洛杉矶报道 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了最新的在华欧企商业信息调查 不少企业认为在华经营难度增加 投资的吸引力下降 但是欧盟商会也指出 这不意味的中国不适合投资 报告显示 2023年在宏观经济环境严峻 与市场竞争加剧等众多挑战之下 有68%的在华欧洲企业认为 在中国经营难度有所增加 受访企业普遍认为 企业在华营收能力存在下滑趋势 欧盟商会仍然很与中国的市场 没有任何人在排出 近期美国宣布大幅提高对于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同时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对此燕茨表示贸易保护主义并不可取 开放的市场更有可能实现共赢 凤凰卫视讲张银河超上海报道 另外国际货币基因组织将中国经民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分别上调到5%和4.5% 和4月份的预测相比都上调了0.4个百分点 经过相信两周的访问 IMF赴中国代表团29号在北京发布了今年第四条款磋商的结果 预计中国经济在2024年和2025年将分别增长5.0%和4.5% 这与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相比 均上调了0.4个百分点 Continuous and it's driven by a strong first quarter GDP growth in 2024 and recent policy measures the authorities have implemented various welcome measures to guide the property market transition including recent policy announcements regarding lending support for affordable housing we see scope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policy package 科皮纳特并回应了有关产能过剩的问题 认为各国在采取产业政策时 需要考虑到对自身资源配置 以及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 但IMF也反对采取单边行动来应对这些影响 中国将在7月召开 20届三中全会将会重点研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 对此IMF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生产率 为此应当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并为各类所有之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凤凰卫视音响文王磊 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的逆回购操作 打破连续18天的地量 并且向市场进投放 接近25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 人行今天7天7的逆回购操作 规模增加到2500亿元 这也打破了此前连续18天锁定在20亿元地量的格局 单日尽投放2480亿元 这也令到月末的流动性 获得缓解婴儿提振的在世的表现 国债期货价格全线上升 现卷收益率普将1到2个基点 10年期收益率下行不足半个基点 另外财政部公布今年将会在香港特区 分6期发行总额550亿元的国债 较去年的500亿略有增加 第二期将会在6月5号 也就是下周三发行 规模110亿元 分2年3年5年跟10年4个期限 天津市今天宣布优化房地产市场政策 而内地五大城市当中只剩下北京 并未跟进房贷的放松措施 另外沈阳市也全区域解除了限购限手 内地在本月17号联发地产金融政策后 陆续有大型城市做出跟进 当中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周三宣布 取消当地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的下限 并将首套和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 分别调整至不低于一成半和两成半 完全响应新政要求 广州同样紧跟新政房贷要求 同时对于在广州月秀海珠 立湾天河白云南沙等区购买住房的非户籍居民 只要提供购房日起 前六个月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或社保证明 就想由广州市户籍居民买楼待遇 深圳市政府周二晚间也宣布 下调首期比例和按揭利率 首套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期比例 由三成下调至两成 首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下限 由原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0个基点 下调至LPR-45个基点 第二套物业房贷最低首期比例 由四成下调至三成 按揭贷款利率下限 下调至LPR-5个基点 不过对于商业住房的限购措施 深圳并没有放松 而上海已经在周一宣布 优化调整楼市政策 不过与深圳一样 现代仍然有所保留 至此五个大型城市之中 只有北京仍未公布放松楼市措施 但市场预期相应政策 很可能会在短期发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受到债务困扰 在今年1月底开始停牌的 中国恒大表示 清盘人仍为密得股份 复牌的重组方案 中国恒大发公告指出 清盘人调查了公司的业务和失误 并采取措施 维护及变现公司资产 已经从公司的资产 回收了少量价值 但公司的流动资金 以及其他内部资源有限 债务跟业务都面临了挑战 并缺乏重大的新投资 清盘人仍为密得 可满足复牌指引的重组方案 所以股份继续停牌 另外香港楼市在全面撤纳后 私人住宅楼价连续两个月反弹 但是反弹的力度已经明显减弱 香港猜产物业顾驾署 公布4月份的 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为308.7 暗月上升约0.3% 涨幅较3月份的超过1.7% 明显收窄 暗年则仍然下跌 接近13% 其内中小型单位的楼价表现较好 至于整体租金指数 也连升两个月 暗月再升近1% 有分析表示 撤纳后楼市的气氛好转 但是二手楼价 仍然受到新盘销售继续走弱 加上利率高企 和新盘的库存量比较多 预计楼价回升的步伐将会放慢 谢谢收看今天节目 祝您晚安 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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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